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露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第14轮制裁 居然将2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名单 这些企业中包括一些在卫星技术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公司 甚至还涉及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和设备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否认一切指责 那么究竟这些中国企业是如何卷入其中的 欧盟和美国的制裁背后又有怎样的动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揭开这个复杂局面的真相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新一轮制裁 其中涉及20多家中国企业的重要事件 这些制裁不仅揭示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也对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事件的来源 此次消息由法新社发布 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 法新社的报道一直以来都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信任 根据他们的报道 欧盟在周一通过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4轮制裁措施 而在被制裁的675家公司中 有20多家中国企业名列其中 欧盟发布的文件显示 这些被制裁的企业总部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 主要涉及高科技和卫星技术领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两家主要从事卫星制造的公司 被指控向俄罗斯雇佣军集团瓦格纳出售卫星 并提供卫星图像 法新社的调查揭示 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在2022年11月 签署了一份价值约3100万美元的合同 向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金的公司银河集团 出售了两颗高分辨率观测卫星 这两颗卫星属于常光卫星技术公司 这家公司在中国商业卫星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计划到2025年拥有300颗商业卫星 常光卫星技术公司因此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 另外海德航空航天技术公司也在本次制裁名单中 这家公司此前已被美国制裁 原因是向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提供了 乌克兰境内地点的卫星影像 华盛顿指控该公司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欧盟在官方公报中明确指出 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在技术和军事领域 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支持 助长了俄罗斯的军事增强和国防发展 回顾今年2月 欧盟首次将三家中国公司和一家香港注册公司 纳入制裁名单 此次制裁主要针对那些被指控 向俄罗斯提供先进技术和军事产品的公司 尤其是无人机零部件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否认 直接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但美国方面仍然指责中国公司 为俄罗斯军事部门提供了零部件和设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更是声称 中国企业为俄罗斯军工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国外交部对此强烈反对 发言人林健称 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散布虚假信息 在分析这件事时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首先 这次制裁措施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以及他们对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行为的强烈反应 这种一致立场不仅表现在制裁俄罗斯 还包括对那些被认为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的制裁 其次 这次制裁也揭示了高科技领域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卫星技术和摇杆技术的应用 显然已经不仅限于商业用途 更在军事侦查和战略部署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的参与 使得中欧关系复杂化 特别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对相关中国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 被制裁企业可能会面临市场准入的限制 供应链的中断以及资金和技术交流的障碍 然而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制裁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中欧贸易关系 甚至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政治上 欧盟和美国的协调行动 显示了西方国家在对俄问题上的团结立场 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中美 中欧之间的矛盾 中国外交部的强烈反应表明 北京方面不愿意在这种压力下妥协 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外交紧张 总的来说 此次欧盟对20多家中国企业的制裁 不仅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压力手段 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科技和军事技术转让的一次警示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演变 我们必须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以及其对中欧关系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六博士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件非常劲爆的国际新闻 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其中竟然牵涉到了多达20家中国企业 是不是已经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了 那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这场制裁大戏吧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次制裁的背景 欧盟在6月24日宣布了对俄罗斯的第14轮制裁 原因嘛 自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老问题 这次制裁名单上不仅有俄罗斯的企业 还不小心拉上了20多家中国公司 很显然 欧盟想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 我们对支持俄军的所有公司都是零容忍 其中一些中国企业在卫星技术和应用领域颇有名气 顿时让这件事变得更加火热 接下来 重点来了 其中两家中国公司因为出售卫星并提供卫星图像而登上了制裁名单 这两家公司可不是小打小闹的角色 其中一家长光卫星技术公司CGST计划到2025年拥有300颗商业卫星 嘖嘖 听起来就是个卫星大亨 据法新社调查 CGST曾于2022年以3100万美元的价格向瓦格纳集团出售卫星 这瓦格纳集团可了不得 是俄罗斯的一个知名雇佣军集团 头目普里格金还牵涉到去年一场神秘的飞机失事中 真是戏剧性十足 再看另一家受制裁的公司 海德航空航天技术公司 Head Aerospace Technology 这家公司名气也不小 它早在今年就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原因是它向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提供乌克兰境内的卫星影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是对这家公司毫不客气 指责他为俄罗斯军工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看样子 这些中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可谓是风头出尽 再来点背景知识 其实早在今年2月 欧盟就已经首次将三家中国公司和一家香港公司纳入制裁名单 这次制裁显然是换汤不换药 但要效却更加猛烈 欧盟明确表示 制裁名单上的实体和个人是因为它们为俄罗斯的技术和军事增强 或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 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 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林健迅速发表声明 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散布虚假信息 咱们中国一向强调证据为王 这次看样子也是有备而来 总结一下 这次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不仅再次凸显了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态度 也将中国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场制裁大戏不仅是欧美对俄施压的手段 也让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挑战 未来 这些被制裁的中国企业要如何应对 欧盟和美国又会如何进一步施压 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 好了 今天的六度世界六博士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观众 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简直是荒谬至极 中国公司不过是做生意 卖卫星给俄罗斯又怎么了 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啊 难道欧盟还要干预各国的商业自由不成 再说 长光卫星的技术确实优秀 全球都在买 中国企业也没说只卖给俄罗斯 欧盟这是在搞双重标准 自己卖武器到处赚钱 还不允许别人做生意 真是道貌岸然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可真是没脑子啊 欧盟这次制裁的重点不是做生意 而是这些中国企业的产品 直接支持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导致乌克兰人民遭受更多苦难 你还记得二战期间 美国对德国企业的制裁吗 不是说你卖东西就没问题 而是看你卖给谁干什么用 再说了 长光卫星的技术是不错 但这帮好技术卖给侵略者 就是在助纣为虐 嘻嘻啊 你这逻辑有点可笑 你怎么知道这些卫星就是用来打乌克兰的 俄罗斯也有其他用途的需求 难道要把所有可能用于军事的产品 都禁止出售吗 那欧盟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的无人机 战斗机全收回去 欧盟和美国自己就没少做这种事情 双标的厉害 中国公司不过是依法经营 凭啥成了背锅侠 楚天书 拜托 这就像你把刀卖给了一个在街上到处捅人的人 然后说你只是卖刀 不负责后果 听起来多么荒唐 欧盟有确凿的证据 表明这些卫星图像被直接用于军事目的 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 而是伦理和道德的问题 再说了 中国公司可以做生意 但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能因为赚钱就不管不问社会责任 别忘了 商业伦理也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琪琪 你也得承认一个现实 这些制裁更多是政治博弈的工具 西方国家一向对中国企业心怀戒备 这次的制裁不过是 他们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手段 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些制裁措施也不公平 对全球供应链和市场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最终受害的是全球消费者 欧盟这是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借口硬是找的冠冕堂皇 楚天书 你这是阴谋论看多了吧 欧盟制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和人权 难道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不重要吗 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而那些帮助侵略者的企业也应该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再说了 这些中国企业被制裁 是因为他们确实参与了支持军事行动 不是无辜的受害者 商业自由不等于可以毫无底线的追求利润 做生意也要有个底线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长光卫星技术公司Chenguan Satellite Technology Co. Ltd 简称长光卫星 成立于2014年 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商业摇杆卫星研制 运营和应用服务的公司 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 该公司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长光卫星的主要业务 涵盖卫星设计、制造、发射、运营和数据处理 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商业摇杆卫星星座 以满足地球观测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其代表性的产品包括吉林一号卫星星座 这是中国首个商用摇杆小卫星星座 旨在提供高分辨率、多种类的摇杆数据 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监测、环境保护、农业、连业、海洋、城市规划等领域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是长光卫星最为知名的项目之一 自2015年第一颗吉林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以来 该星座已经包括多颗高分辨率光学摇杆卫星、视频卫星和高光谱卫星等 截至当前 长光卫星已经成功发射了多批次吉林一号卫星 逐步形成了具备全球观测能力的商用摇杆卫星星座 在技术层面 长光卫星采用了先进的卫星制造和摇杆技术 确保高品质的图像数据和视频数据 其卫星产品具有高分辨率、高重仿率和高幅宽等特点 可以实现对地球表面的精细观测和动态监测 长光卫星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了显著成绩 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司提供的摇杆数据和解决方案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广泛认可 并应用于全球范围内的科学研究、灾害监测、环境监控等多个领域 未来 长光卫星计划继续扩展其卫星星座规模 提高数据获取的频次和精度 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商业摇杆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公司还将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以充分发挥摇杆数据的价值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服务 中央电视台2023年曾经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11月14日至16日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改革创新 激发内生动力 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在吉林 李强走进长光卫星公司 详细了解企业创新发展情况 勉励长光卫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在满足市场需求中发展壮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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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新转型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